早安现场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宛如 在最近宛如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做间谍桥 而当时的电影的历史背景就是在冷战时期 由美国所领导的所谓民主国家来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 那从1957年开始呢 美国秘密在友邦国家巴基斯坦境内建立空军基地 而且也启用了U2侦察机飞到7万英尺的高空进行勤搜 看到了间谍桥里面的U2侦察机 也让宛如想到这几年前我们在早安台湾节目里面 有访问到这一群老飞官就是黑猫中队这些老前辈 他们所驾驶的也就是在目前台湾所上映的间谍桥的U2侦察机 从美国来看到台湾 美国现在用一个好莱坞的方式 电影的方式来呈现当年冷战的故事 那些飞行员整个经历的过程 而最近台湾也在这几年努力的拍摄一部纪录片 片名叫做《疾风魅影飞降载》 这部纪录片目前还正在做锦鲁密鼓的后制阶段 但是我们很高兴在此时就先把纪录片的导演 杨步兴导演请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聊聊 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一部纪录片 也看看台湾的黑猫中队这些老飞官 不只是他们也包含他们的后代 怎么样来看这一段台湾曾经走过的这一段历史 杨导演你好 宛如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导演杨步兴 在访谈之前 宛如先跟听众朋友透露一个小秘密 就是杨步兴导演 他其实是台湾偶像剧的导演 在这些年来 从偶像剧拍到了跟飞行员有关的纪录片 这为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存在在他的心里 对不对导演 小时候因为看战争片长大的 对于所谓战争或军人有一个很浪漫的憧憬 那当然飞行员好像是感觉上最至高无上的 在那个至高点 那当然那个是童年很单纯的梦想吧 那等到你慢慢长大 或者你曾经想要去投考军校 当然因为没有那个机会了 那但是年过50以后 突然有一天一本书 七万英尺飞行计时 讲黑猫中队的故事 然后突然就让我那个 很久远以前那个飞行的梦想 好像又复活了 所以有机会我就在想说 两岸这个对峙了这么久 那我觉得自己人生到了这个 所谓的下半场 我也在想说 是不是真的要一直这样下去呢 虽然我们今天有交往跟交流 可是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跨过那个伤痛 或者那些本来曾经存在的那些斗争 好像也没有画下一个休止符 那我只是在想说 不管怎么样 黑猫中队在那个所谓冷战时期的这一批飞行员 台湾这个飞行 中华美国空军里头最优秀的这一批人 他们走过了那个大时代 那跟他们接触看到他们云淡风轻的那种胸襟跟智慧 我只是回头去看这段历史 我觉得它很珍贵 我希望在所谓数位时代 他们那一段对于飞行类比的那个情怀跟梦想能够被记录 在电影镜天桥里面看到驾驶U2战机的飞行员 他们在受训的时候接受到一些指令 包含说如果你被俘虏的话 你身上有毒针你就赶快自我了断吧 你要飞过去这件事情 你也不能跟你家里头的人说 所以这是美国所拍摄的电影情节 在台湾的黑猫中队一样面临到生死一瞬间 U2侦察机 它是真的很难飞 因为当时设计它就是希望它能够飞到最高 就是几乎接近所谓同温层 然后能够在上面工作8到10个小时 那其实都是非常你一个人 然后那个时代没有GPS 你就是孤军深入这样的飞飞飞 要飞进去安全的起飞 然后安全的飞回来降落 因为这飞机实在太大太难飞太轻 因为它就像一个滑翔机一样 所以当时它又是美国在88天很紧锣密鼓 设计出来的一个侦察机 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它来到台湾 包括在大陆行这种侦察的过程 它发生很多基建上的适应不良的问题 但是对于飞行员来讲 那就是一个挑战 那就是一个他们当时接受任务的一个部分 台湾的飞行员是没有接受到毒药 或者是说你必须引爆这个飞机 可能美国后来在这个飞机的设定上来讲 当你可能跳伞的时候 这个飞机就已经就是它有自动的一个毁灭装置 但是我觉得这不尽然 因为其实在被击落的残骸里头 当时中共的他们这个国防破解 这个反制电池的这个部分来讲 还是大有斩获 国共不两立的那个年代 台湾的飞行员在跳伞之后 就留置在中国大陆被俘虏了 其实以生命的角度来讲 能够被俘虏还是幸运的 还留着一条命在 对对对 因为像陈怀也好 或李南平 或者是黄荣北 其实在被击落的过程中间 可能几乎就已经是没有办法生还了 所以叶堂弟跟张力能够生还 那也算是奇迹了 张力又非常的特别 他的人生剧本 就是说他在民国37年38年 离开大陆以后来不及 就是他来不及跟妈妈说再见 因为他13岁离开家去军校报到 然后再跟母亲相见是28年以后 28年 可是那时候就是他等于是到了中国大陆去 说侦查之后被俘虏的当下 然后被软禁大概5年以后 然后最后让他回南京老家 然后才见到他母亲 那他很幸运在那个时代 他跟他母亲有10年相处的时光 最后能够帮母亲送终 那当然这一次 他的人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他没有来得及 跟太太跟小孩说再见 所以当他最后25年以后 能够回到台湾对他来讲 那当然这中间来讲 1982年释放 他就跟太太曾经在香港见面 那所以我说这种剧本 都不见得是好莱坞写得出来的 我觉得也是美国会花篇幅 或花这个经费去讲他们自己空军的这段历史 或者在冷战时期的这一个这段历史 那可是台湾的飞行员 他们的人生的这个历史来讲 好像我们一直没有真正一个正面表述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遗憾 对很可惜的地方 台湾在当年 究竟有多少的飞官加入了黑猫中队呢 导演就你所掌握的 真正节训的是28位 总共28人 然后殉职的有10位 然后殉职包括所谓演习 或者演练过程中是摔飞机的 然后在中国大陆被击弱的有7位 那有两位生还 就是说当时本来宣告死亡的是12位 但是后来因为叶长蒂跟张蒂 这个生还嘛 释放 那当然这个就就变成是10个殉职 那两个是所谓的俘虏这样 所以在疾风魅影里面 是主要针对几位老飞官来做他们的整个拍摄呢 目前来讲我们目前能够拍摄到的是5位 那台湾还有大概两位 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 我们拍了6位 包括华西军第一代的 那美国还有王太佑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 虽然他年事已高 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到美国去看到他这样子 飞行的时候都是30几岁了 然后再走过这么几十年的冷战到现在 快90了 华将军他民国15年嘛 就是到现在来讲 他已经接近90岁了 但是你跟他谈事情或者访问他 他的记忆也好 或者他讲话的还是不疾不虚这样 还是很有一个这个历史的这种人物的一个风范 我觉得对 所以当导演您在跟这些飞官们接触的时候 他们聊到哪一段让自己觉得最想要在影片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跟这些老飞官在访问的过程中间 其实有时候你会很挫折 因为他们都觉得那没什么那没什么 那是我应该做的 他们不是虚伪 就是他们已经那个时代这些任务是不能讲的 那所以他们经过多年的训练以后 他们已经就自己也淡忘了 也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要拿出来炫耀的 包括他们的子女也好 或者有的人是后来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书籍出来 或者电视台访问以后 然后那些他的孙子辈的回头看他爷爷说 爷爷这是你啊 真的啊 他们都不相信他爷爷也好 或者他父亲也好 那个时代是这么样的一个 英勇 对啊 没想到我的爷爷竟然是这个国家英雄啊 真的没想到 可是他们在生活里头 他们就是一个很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 我即上或者老爷爷就这样子 是 真的这的确是有点难度 但是从他们习以为常的这个过程 从就是这样子飞行吗 就是这样到中国大陆去 可是在这一代的我们看起来 这是多么的危险啊 这是几乎你能不能安全的回到家 再回家吃晚饭 这都是个问题 这个是很惊人的 因为即使他们曾经就像沈教官 沈总理老师 或者是邱中桌老师 他们都曾经有被飞弹追击 或者米格21追击的经验 可是当他们下飞机回到家以后 他还是一个很平常的父亲 他不太可能像电影头 他抱紧他的女儿 然后生了一句吓 说哎呀我活着回来看你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们真的有一种超人的智慧跟风范 我觉得那是好难 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有时候我们回想他们的话也好 或者跟他们相处 你会为他们或者一些文字记载的时候 你会为这些飞观为之动容 可是对他们来讲 那是我没什么 我就是我应该做的 我就听过魏晨 魏晨在讲张立跟叶长帝回台湾那一年 他们无论如何就是回到当时出发的桃园基地 当然基地已经人去楼空了 可是对他们来讲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他们所谓的 从那边出发 从那边出发 在那边结束 虽然那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君子了 可是对他们来讲 那个就是一个返航很重要 所以魏晨教官讲到这一段 他平常是一个很豪迈的东北汉子 可是那天他突然就哽咽 我有一点吓到 我想说他平常不是这样子 可是他说在偌大空荡荡的任务简报市里头 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头说返航任务结束 我就觉得说 所以那天晚上我正好看了李国修老师讲的 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 老兵不死 那天下午魏晨教官也是跟我讲说 我们都老了 对啊 我说对啊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了 就没想到那天晚上又看了李国修老师的这个舞台剧 也是这一段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那种情怀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我才会跟那个时候 跟朱元辉老师 菲菲老师请他做 所以后来才有飞将在这首歌 所以就是主题曲了 这个纪录片的主题曲 所以我们稍后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播放给大家听 那其实这样子的黑猫中队的任务 在当年是到了中国大陆去进行拍摄征照 就是飞机底下是有很大的一个镜头 是吗 来做一下这个中国是一些机密的摄影 可是我很好奇 当年美国一开始是他们在飞U2 为什么转到了台湾来呢 为什么是由台湾的飞官来执行 这样到中国进入这块土地的任务呢 这个也是大时代的历史的这个巧合 因为鲍尔斯在美国的飞行员在苏联境内被击落以后 他经过一个审判的过程 这些影片其实到网络上是看得到 其实苏联也在一个很大的法律 有一个公审的过程 那美国人后来就在想说 这是一个很难堪的一个历史 所以他觉得那时候中苏建交 然后中国有很多 苏联有很多的这些核武设施 或者说亲密科技要输送给大陆 那美国就非常的急 然后他想说 那在那个时候 当然黑猫中队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美国人自己飞了 可能秘密的飞行了很多次 可能十来次吧 那可是他就想要说 万一美国的飞行员被击落的话 尤其又是中国的话 对他来讲 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可能推演吧 那他觉得反正国共内战还没有结束 你们并没有宣告结束啊 那你们中华 那个还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你去飞你被击落 而且是以气象侦查为命 那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那这是美国人比较天真的想法 那当然中华民国的 或者那时候的领导人 蒋中正跟蒋经国 他们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合作 那在未来来讲 如果台湾要有对大陆有军事行动的时候 美国人应该会支持台湾 这是台湾当时我觉得是异厢情愿的想法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大时代的任务 就需要有一群小人物去执行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我们现在在纪录片里面看到这群老飞官的声音 来看到那个时代下的小人物 他们真实的故事 纪录片不是只记录着世界伟人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在当年 那些站在第一线战争最危险的这一端的人 他们到底怎么过日子的 所以导演在里面还有哪些飞官的故事 也可以在这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当然我们就要讲他们这些老黑猫讲的 他们的龙头 华锡军将军 因为将军是因为他那时候 因为华锡军 他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空军的一个传奇人物 因为在他38岁飞完第十次任务的时候 然后军方就问他说 那你想要去哪 然后他说我想去美国读书 那他就去了美国这个普渡大学读航空工程 那这个是他一个很偶然的 因为他在飞行的闲暇之余 我看夜长地在形容他 都是在读书看书这些 所以他是一个读书人 这样讲 所以他后来选择到美国读航空工程 所以在80年代 70年代台湾又请他回来 那时候其实他可以留在美国航空工程的 这个制造部门 可是台湾那时候要发展所谓的航空工业 就请他回来 那当然是从螺旋桨 然后这些飞机开始做到后来的 我们看到的AT-3 那台湾那时候当时 其实这些资源是很匮乏的 而且在美国人不允许的状况之下 你能够寻求到的资源是很少很少 很困难 而且连风洞都没有 所以连台湾那时候连汽车都做不出来 可是要坐飞机 坐飞机 而且是喷射机 然后到最后是IDF超音速飞机 那是很难很难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来讲 那个时候台湾政治风气 包括开始所谓解研的过程中间来讲 党派的斗争 其实也让他在立法院有受到很多的尖锐的质询 所以他在1991年IDF开始这个试飞的过程中间 其实他人就已经就是身体很不好 心脏就出问题了 到1993年IDF终于开始量产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放下这个重担 所以他到美国以后 他就远离这些试飞成销 他就写了一本就是失落的黑猫 用英文版 因为对于他来讲 他就像黑猫中队的老大哥一样 他知道叶长蒂跟张立毅 他们在大陆的将近20年的俘虏生涯 他觉得他必须要有一个他们平等的论述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说 他曾经是一个黑猫中队的飞行员 你知道在90年代 台湾空军所使用的二三十年的飞机 几乎是妥善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在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这个两岸充满了速杀之气 那空军要24小时警戒跟飞行 那那些老飞机是 那个状况是很惨烈的 很危险的 对 可是那个时候是有IDF升空 有将近8到10架能够升空 那对于台湾空军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 可是想想看那时候一个老将军 在这个立法院受到的责难跟质询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真的还 虽然给他一个所谓的将军这样的一个身份 但是我觉得 或许他应该不太在乎 这个是不是得到一个将军 而是在那个时代 他为中华民国的空军的付出 你离家的时候 还是个大男孩 除了疑心的慷慨 什么行李都没有待 是最坏的年代 也是最好的年代 你从没想过未来 未来却早已将你安排 你真的飞过五月三将胸关要塞 只是你却飞不过 人生许许多多意外 飞将才一直都在 只是青春你去不回来 飞将才一直都在 只是转身下过已更改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节目中跟大家来介绍一个 正在后制当中的纪录片 叫做疾风魅影飞将在 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 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飞将在 谈到了中华民国的YouTube 黑猫飞行员 他们在中国大陆 七万英尺高空进行秘密的侦查 但是随着整个失态的演进 就是中美建交到1974年终止了任务 而这些执行机密任务的飞行员 目前还有很多健在 那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杨步行导演就把他们的身影记录下来 也让大家能够实际上 透过他们的描述来看看 当年是如何的惊心动魄 很多事情会随着时间慢慢被淡忘 但是有了影像有了文字记录 让大家真的不能忘记 这个曾经在两岸的空中上 进行如此危险任务的 这一群老飞观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再请杨导演来谈谈 其实在整个过程里头 有人殉职 那有人被俘虏 所以纪录片你也访问到了 他们的后代 那些后代怎么样去看 他们的爸爸呢 我先讲张力宜好了 因为其实我开头要访问他的时候 其实是被他拒绝的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 一个要隐民埋性的生活 因为他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 到他家的时候 他就冷冷地回我一句 就说一个俘虏还有什么好说的 即使他今天八十岁了 他也曾经上过一些电视节目 可是对他来讲 我觉得那种伤痛是永远存在的 那种伤痛 当然他们在跳伞的过程中间 被击落的过程也有受伤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以前的军人 其实某些部分来讲是很不人道的 因为他 现在我们听过有一些名词叫做 战争创伤争后群 可是在那个时代来讲 你所有的创伤 内心的创伤 你要靠你自己 没有外力帮助你 因为如果你寻求帮助的话 你可能在记录上 你就不能再飞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来讲 你就好像说在大联盟的球队一样 你不能告诉球团说我受伤了 我今天的体能状况不好 我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对人来讲 是最残忍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对于子女来讲 因为他们回首去看自己的父亲的时候 他们真的不知道 父亲那时候每天这样出去 然后有时候被留置在部队里头 然后隔两天回来以后 还是继续谈笑风声 或者是一如往常一样 直到二三十年以后 他才知道原来我父亲当时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中间来讲 有一些父亲可能是被误会 那有一些是被接受 我不能指名道姓 谁被误会谁被接受 被误会意思说被指投共吗 不是 就是说可能在任务的过程中间来讲 他们可能那种压力吧 或者是或者是 或者因为终究这个是一个机密任务 他们回家来讲 他们什么都不能说 甚至于多年以后 可能他们的在有一些 所谓的黑猫中的 有时候你不得不想 他们这些人其实有一些猫的特质 就是说他们独来独往 即使他们今天八十好几 可是有些旅居海外 他们自己搭飞机自己走 他们都是自己来 你要送他干嘛 他不来这一套 就是有时候 大家凑着在一起就喝两杯 如果凑不到一起 就反正就 每个人都过自己的日子了 所以在这上面来讲 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群 我觉得 你是想象一下当年那个年代 我不知道我爸去做了 这么样子危险 而且对国家做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那如果幻想一下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可能走路都有风了 可能会觉得我很了不起了 我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其实 当然我觉得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 其实你会 有一些感伤的就是 对于他们来讲 或子女来讲 或者所谓的遗族 遗族就是他父亲 在任务过程中 不管是黑猫中队黑蝙蝠 或者空军遗族 军人遗族 对于他们来讲 父亲是一个漂亮的勋章 还是讲壮 那都不重要 而是在他成长过程中 父亲有没有曾经 温暖的拥抱过他 我觉得那个是 可能最渴望的吧 即使我刚刚讲过 黑蝙蝠的孙伟 或者黑猫中队的张祖旺 这两位遗族 他们多年以后 童年就失去了父亲 可能五六岁七八岁 他们从来不知道 早上父亲出去以后 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那是刻骨铭心的 所以而且成长的过程中间来讲 其实某一些也是很 要迫使自己长大的 接受那个父亲再也不会回来的 那个 随着他年龄成长 可能有一些幻想 可能有一天父亲又会回到家门 所以他 那个张祖旺说 他母亲 就从父亲过世那一天 失踪也好 过世也好 那一天就留下了一盏灯 一直等父亲回来 那一流可能就二三十年了 那个 就还有等到 没有 当然没有等到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大时代冷漠 小人物要的就是 那么一点点的 可能跟温暖吧 那至少 导演你尽力了 把这个影像留了下来 让大家看到了 曾经有过的这一段 在中华民国史上 非常悲壮的一段故事 所以 在整个拍片的过程 我们看到 在美国 他们可能有好莱坞大型制作 甚至也有一些 很花这个 本钱的纪录片的呈现 可是我们在台湾呢 难道这一段是 除了文字记录之外 都还是空缺的吗 其实 你在YouTube上 打黑猫中队 或者是 这些相关的影片 多到 真的蛮多的 而且大家 引用的东西也好 也是 几乎是拼凑出来的 不是说不行 但就是说 我觉得有时候 电视节目在做的时候 它不免 有些东西会失真 为了收视率 那我希望 我看到了一个 飞行的梦想 从他们童年开始 就是说看到 日本空军在 所谓自己的领空上面 丢炸弹也好 或者撕杀也好 所以在他们童年来讲 在防空洞里头 他们就决定 他们这一生 要当一个飞行员 所以我就觉得说 包括我最近看了小王子 就是说 我比较可以了解 说其实 飞行员的内心 它是一个很抽象的 很天马行空的 可是当然 他们回到地表以后 他们是为人父 为人夫 就是说那些 该进的责任 跟义务 但就是说 在空中来讲 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 其实 尤其黑猫中队的任务来讲 回来以后 你什么都不能说 那他们也习惯了 就不说了 不说了 你现在要突然访问他 要他讲这么多 他当然慢慢会讲 但是有一些东西 终究他年代久远了 包括 好在还有一些 当时美国做的任务日志 包括快刀计划 或者是这一类的书籍 有补偿 美国他们做的任务日志 又补偿这些 可能他们自己 可能不太记得的任务 细节 是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 有访问到 这个冲天纪录片的导演 其实也谈到纪录片里面 访问飞行员 在抗战时期的那些 这个出生入死 那有一个 纪录片的片段 就在讲 这个老飞行员说 其实当年 他们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 女孩子觉得飞观很帅 然后呢 可是这些女孩子不知道 这些飞行员可能一上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个当时在抗战时期的 折损率是很高的 所以当你有 你有没有机会问到他们 他们还有学生 还是会愿意飞上去吗 我飞上去 可能九死一生 回不来了 我该怎么办 我还是以小王子 这个作者的 那个内心世界来推算吧 就是说 当一个飞行员 他能够飞到高空 包括参加世界大战 可是他最后 他可以写小王子这样的书 我觉得说飞行员好像就有这样的特质 包括黑猫中队被俘虏的张力义跟叶长帝 其实他们讲到那段历史 就像他开头 他会冷冷的拒绝我说一个俘虏 还有什么好说的 包括叶长帝 他讲到有一些被国家拒绝的时候 即使今天事隔多年 他还是会很感伤哽咽 但是你问他当一个中华民国空军飞行员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人生一个不悔的决定 就像沈总理教官讲的 我这一生飞过别人没有飞过的飞机 到过别人没有到过的高空 我没有什么遗憾 即使曾经被俘虏将近20年的张力义业长帝 他们也没有遗憾 尤其我每次如果说要访问叶老师的时候 你就看他出门就是会有 那个西装上面就是有小小的U2的徽章 然后那天我们在观赏间接桥的过程 因为媒体突然出现那么多 张力义有一点惊恐的回头问我 养老师怎么有这么多媒体 我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其实那一天他必须一直站着 可是他其实他因为之前跳伞 那个时代他跳伞有受伤 所以他现在不太能站 可是他那一天还是很固执的 因为他知道这一刻 他是曾经中华民国的飞行员 他必须要暂停 即使他拿的拐杖很不舒服 可是他还是拒绝坐下来 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要代表 那是他一个军人的典范 我觉得 是 所以一日军人终身为军人 在他们身上看到 一日飞官终身飞官 好 所以答应我们这纪录片的呈现 势必在里头会有一些跟台湾这边 怎么样来看冷战时期的观点 或者是我们台湾怎么去描述这群老飞官 跟一般的 就甚至美国已经拍摄呈现的纪录片 或新闻报道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对于所谓大时代来讲 大时代太大了 冷战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 那站在我的角度来讲 还有我能够动员的资源来讲 当然我也很希望能够访问到大陆的 飞弹部队的指挥官 但我听说有一些也过世 那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些参与任务的 我很希望在 就 或者说大陆愿意把他们的访问 直接给我 我希望有一个两岸的论述 当然我不知道 在未来来讲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黑猫中队的任务本来就是机密 他能够留下来的资料 其实是很有限的 那我觉得捕风捉影 我并不希望做到这样 而是希望就是说 至少我觉得回归到一个飞行的梦想吧 而且实践这个飞行的梦想 在他们这一生的付出来讲 很伤感 也很悲壮 但是也是他们人生最丰盛的一个旅程 这群老飞观到现在看到你要记录他们 而且这整个过程可能在资金上的筹措是很辛苦的 但是他们反过头来会勉励你 当然因为这个纪录片因为这个议题蛮大的 包括我们没有办法可能得到美国当局的论述 但是我们想办法 因为在美国有一个YouTube协会 美国人非常重视这个YouTube的飞行员 那当然这个协会 他们在2005年有一次的聚会 那一年是50年 那接下来60年 那一年还去了好几位 但相隔10年我觉得能够再去的可能几乎是很少 因为他们真的都老了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其实这个纪录片持续在做 那就是说我希望最后他的弱点来讲 至少我是忠于一个飞行员 他们最年轻最原始的那个梦想 那个壮丽那个美好 那我这三年陆陆续续 也参加一些他们的相关人士的丧礼告别室 我曾经有一天 礼拜天参加蔡教官 蔡正雄教官他儿子的婚礼 中午12点在洗来灯 然后两点钟又赶到 司理殡仪馆参加留宅重夫人的告别室 所以那个一个两个小时之内 我要去看到他们的喜悦跟离别 我觉得就像有一些前辈说你来玩了 我真的是来玩了 但是时间不等人 对啊时间不等人 对啊 但是总要有人来嘛 是吧 是啊是啊 但我是说做黑猫中队我不是第一个啦 但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做得比别人好 那我就尽力而为 那就像这些老教官 可能可以感受到我的 想要去做的那个企图跟那个 但是所以他们也会跟我讲 杨岛你不要急 慢慢就不要有太大压力 那反正总是会碰到困难嘛 碰到困难就去解决它 想一想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吧 我们今天访问杨岛访问了一集 你知道吗 杨岛他本来是拍偶像剧的导演 现在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纪录片里面 一个很不一样的战场 但是呢 对杨岛来说 这他一辈子从小的梦想 现在只是在把他抽屉里面 曾经有的那个回忆再打开来 把这个回忆就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 我们如果一般的民众到桃源黑帽中队基地 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吗 真的看不到什么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听说当然比较好的消息是说 这个基地被保留了 那因为未来的所有航空经典馆 会放在这里 那当然如果放在这里的话 那我觉得它是必须被重新布置跟呈现的 包括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跟美国 不管是你买也好或球也好 弄一架YouTube回来放在那里吧 因为或者 其实都不 我觉得这不是最难的 而是说你有沒有心 因为这个 我们喜不喜欢这些历史 这些历史本来就存在 而且事情总有 不管我们要去改变它 或者去跟动它 或者不谈它 它就是存在 它有一天就是会 你现在不要去讲它 它有一天就是会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YouTube的 黑猫中队 35中队的基地 很期望我们这个纪录片 我们期望 我们如果这个纪录片 疾风魅影飞降在 未来它完成以后 能够在桃园基地 做第一次的手印 好 那也希望 当然时间不等人 我们也是在跟时间赛跑 希望到时候有 尽可能邀请这些老黑猫 再重回这个基地 是的 所以听众朋友 我们在今天介绍到 即将要推出的纪录片 疾风魅影 当然杨布希寅导演 还是在做最后的 希望能把纪录片 呈现最完整的一个阶段了 如果出来了之后 我们希望再请杨导演 来到我们早上谈完节目 再跟大家聊聊 纪录片手印地点 真的要在那边手印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杨导演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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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